Hello 主持人 现在记者所来的位置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的展馆之内 那么本次展览是由台湾文化部下属的台湾工艺研发中心 以及文化部驻美国代表处台湾书院所共同举办的手感工艺台湾好物特展 那么本次展览是应了史密森尼学会的妇女委员会所邀请 参与到2018年史密森尼工艺展览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之内 那么本次台湾的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台湾影响美国设计 那么主要是彰显了亚洲的文化对于美国工艺的影响 这次展出的展品是亚洲文化中衣石柱娱乐等方面的生活艺术品 除了强调工艺品制作的匠心精神与手感之外 也为使用者提供使用器物时的愉悦和满足感 而本次展览共有三十余组精心挑选的产品 那么其中就包括餐具 茶具 中小型的家具以及服饰等等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艺术产品就在我现在的身后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名为中国文字中的《易经的易》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么它是2008年所建立的 那么它的东方哲理是具有改变与转化含义 同时它也与艺术的一同音 那么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个高脚竹椅 它就曾经在法国巴黎家具展中所展出 它是以三只主管作为椅角 主管接近椅面的地方则抛开成竹简 再编成椅面 做工非常的优雅 除此之外 本次展览还将举办12次陶艺编织工艺这样的活动 那么记者是了解到这次展览是于4月26日开幕为期四天 将在4月29日闭幕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请观察一下